称这份预算案为新印度预算 每年将提供国内5亿户 贫穷户 大约美金7855元的医疗保险 成为史上最大健保 也将投资2200亿 在基础建设上 包括新道路与电力设备 这是2019年总理大选前 最后一份完整预算案 外界关注是否会扩大印度的 赤字危机 美丽社揭发缅甸若开邦 出现了至少